12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银台会见来津述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听取他对香港当前形势和特别行政区政府工作情况的汇报 当晚,李家超就此次北京之行会见媒体 李家超表示,过去一年,香港经济活动复长,社会大致稳定,立法会回复理性运作 第七届区议会选举圆满成功,爱国者治港原则落实到地区治理 新一届区议会选举刚刚结束 我们落实到爱国者治港到地区治理体系 这日式是,新的区议员他们都是爱国者的 不会是背叛国家利益,背叛香港利益,出卖香港,或者是外国代理人 所以他们会是一个实事求是,为市民服务的区议员 新的区议会不会再犯证据化 会主要重视民生、地区不同的社会人士 包括康洛、包括卫生、环境等等有关的问题 确实解决每个人平常生活向面对希望解决的不同的问题 李家超介绍,特区政府完善了区议员履职监察制度 确保区议员做好工作,不容许其懒证、怠证 新一届区议员将与当区居民联系更紧密 能更好反应市民诉求,并令其获得更有效服务 李家超还指出,特区政府会发挥好香港 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 既用好国家机遇,也确保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的国际城市地位 特区政府制定了产业道向的新政策,推进发展 将有违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起来 以产业带动为规划主軸 推动北部都汇区作为香港发展新引擎 并且深度对接越港澳大湾区整体的部署 尤其是河套规划之下深港两个园区的协同发展 在发挥联通世界的优势方面 特区政府会善用香港高度国际化、市场化 推动和开拓国际合作 包括新兴市场和区域合作 吸引资金和人材 李家超表示 香港在吸引人才和企业入住方面 具有国际竞争力 展现了自身优势 2023年已成功吸引7万多名人才落地 同时作为特别行政区 香港在一国两制下 拥有国家十四五规划中的八大中心定位 一带一路倡议 越港澳大湾区等诸多机遇 特区政府也将建立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权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于2024年内完成基本法第23条本地立法 落实特区政府应实践的限制责任 并使有关法律与香港国安法联合起来 成为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系统 香港是从世界各地的国家 或世界各地的国家 需要法律来保护国安保障 所以我们没有不同 当社会务必须要走到我们的家 我们只希望良好 fortune 这是又是实际上法律 第23条本地立法 香港也希望香港香港做到 这是我希望香港做成为 这一条 eigen制性 的法律 中文字幕——YK